歡迎收看小明星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這個林北好油 林玉宏 從奧地利回來投案了 觀眾朋友 他說他的手機電腦 在奧地利不見了 這不叫滅政 什麼叫滅政 你相信在奧地利 真的只要拿3C產品 就會被搶嗎 這樣的比方 他的比例到底有多高 他說不見了就是不見了 檢方就拿他們有皮條了嗎 有沒有雲端方面的資訊 可以繼續來追蹤 我們希望這次運用高科技 把案子辦到底 這個案情發展至基因 你看這個好油 他又貼擋證 然後貼完擋證 他過去曾經也發表過一番言論 就說有民進黨擋證犯罪都沒事 什麼啪啪啪講這種酸明酸到底的話 果然你看他投案的時候 他手邊相關市政通通被他滅積了 難怪這個許澤濱 他必須要被收押境界 不然他如果沒有收押境界的話 他們之間的串工應該串到一個天荒地老了吧 好這是好油事件 另一方面當然還有包括潛艦事件 也是這個禮拜大家討論的新聞焦點 潛艦好油事件對國民黨重傷 國民黨一傷 沒有想到一跌倒之後 柯文哲吃飽 不知道您記不記得 當初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柯文哲其實不太會講這種民主等等的話 因為他的偶像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就是一個很善於鬥爭 並且這個是極權的高手 如果他偶像是他的話 在太陽花學運裡面少講話是上策 所以他是不是早去鄭蘭公嚇一下 嚇一下都不要說話民調就起來了 這次一模一樣 這次他跑去美國一趟 也沒有人關注他在美國看了誰講了什麼 他不要說話點點就好了 國民黨跌倒了 他吃飽到什麼程度 等一下讓您來看一下 難怪他一直將軍國民黨說 我過去跟民進黨合作就是比民調啊 這位要跟國民黨合作也是要比民調啊 好侯友你要不要接招呢 大家拭目以待 還要來看的是中國 中國有一個潛艦知名到現在還沒解開 但是潛艦相關的55名工作人員 家屬從中秋等到了現在 還沒有等到他們回家到底怎麼一回事 就是民主國家跟極權國家的不同 馬文君立委 你如果在中國你敢做你現在做的事嗎 你做你現在的事 你把國家的機密洩漏到了韓國 你如果在中國你會遭到什麼樣的一個對待呢 請你想一想 請你珍惜你現在手邊的民主跟自由 好我們先來介紹與會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資深媒體王立德 惠明好 大家好 真正評論李政浩 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前民眾黨的中央委員張一善 惠明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陳東浩 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陳敏鳳 陳敏鳳 陳敏鳳 陳敏鳳除了會做夢之外 最近有一些民間的傳說 等一下讓他來講一講 林玉宏7號清晨5點多從奧地利返台 而警方松查林玉宏行李時 並沒有找到手機筆電 林玉宏聲稱在維也納機場上機前被偷了 專案人員透露 林玉宏並沒有向維也納當地警方報案 由於相關通聯和電磁紀錄都是重要證物 警方懷疑他是計劃性出國有滅證可能 而專案人員私下也透露 10月2號逮捕國民黨黨公許哲兵後 試圖和林玉宏聯絡 但當時他聲稱10月初已經排定考察的出差行程 至少要國慶連假後才會回來 但卻在昨晚臨時通知警方即將返台 林玉宏委任律師 連自己名字都不願透露 對於案情細節更是保密到家 而林玉宏因為涉嫌恐嚇 偽造文書誣告等罪嫌 加上有串供滅政疑慮 檢方復訓後將其生涯 而許哲兵落網時 林玉宏仍在奧地利 在臉書坦誠犯錯還貼出民進黨黨政 遭綠營質疑有目的心入黨 林玉宏2020年入黨 如今也被發現過去他就隨身攜帶 民進黨政大開玩笑 這三是特別的你看 結帳了 好啦 出去之後 快點 激鬧的時候就講 我有黨政啦 無敵啦 背後是否有人指使檢警要查個脆弱事出 好 這個好遊事件呢 我昨天很憤慨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當網軍並不可恥喔 但是你養網軍做網軍 而且是抹黑造謠的網軍 還要罵別人有網軍 這整個事情被揭開 真是臭不可聞 那麼好遊呢 那麼林玉宏呢 終於在今天早上五點半從 維也納回來了 回來以後 立刻由桃園市的這個刑警大隊呢 把他給壓回去 這個進行這個偵訊的動作嘛 他還特別從行事局找來 可以相關解碼 這個有關於筆電啊 這個手機的 結果他兩手一攤說 我的筆電跟我的手機 在維也納 在這個奧地利的維也納機場被偷了 不見了 為什麼他說維也納機場 因為意思是說 他要回來的時候還被偷嘛 因為你們這些人一定會懷疑他說 如果你手機啊 這個筆電被偷 為什麼還可以發訊息 跟那個蔡依儀對幹呢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那麼好遊這樣講 對人家奧地利的這個警方 是莫大的侮辱 我就在不久之前才去奧地利 維也納機場而已 還在那邊待了四個小時 維也納機場自然比我們台灣還好 我想坦白的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維也納的機場呢 很少有人調東西 好遊一次就調了兩個 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裡面的東西 是不可以讓你知道的 不可以讓警方解碼的 和好遊事件 跟馬文軍的潛艇資料 去給韓國政府事件 造成重傷的人是誰 是國民黨跟侯友宜 那麼在國民黨的部分 單單這個潛艇泄密案相關的 這個負面聲量 竟然高達4.6萬折 他之前叫做梅這樣 為人軟 什麼叫做梅民進洞 也不過是1.4萬折 你是他的幾倍啊 聲量幾倍啊 聲量不是有聲量就好聲量 其實負面的聲量 對你是沉重的打擊 你的支持度也會降低啊 所以呢事實上呢 在這個候選人的相關的 這個聲量的部分呢 賴清德選到第一名 第二名是侯友宜 但是他下降 而且他負面的聲量變多啊 我覺得柯文哲會很生氣 因為他叫到第三名去了 第四名是 那麼昨天突然間 跟大家宣布說 我十個四號 我的連署已經破30萬 過台名就對了 那麼除此之外 好友 好友這個事件呢 那麼出現 真正出現了以後呢 政治人物的相關的好感度 對不對 跟那個負面的程度呢 翻車最嚴重的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直接啊 六千七百一十九折 第一名 為什麼他翻車最嚴重 英女一啊 那麼把好友叫來 跟他一起網路直播 還懂那兩萬七千多嘛 那一集嘛 然後呢 那麼好友林玉宏呢 那種 那種驚天地兒 氣鬼神 可以榮登亞太影帝的 這樣的一個哭啊 黃國昌也為之動容 黃國昌臉都撤到旁邊去了 也快要哽咽出來 後來拿衛生紙給他 結果後來翻車 翻車了以後 不過黃國昌還不錯啦 有聽我的呼籲 他把那兩萬七千塊的斗內捐出來了 還有道歉 那麼事實上呢 包括侯友宜也重傷 王鴻威 徐小新 羅志強 然後朱立倫 張漢之 葉元之 全部這些聲援他的人都重傷 其實對這些人是不太公平的 因為還有更多的人 還有罵什麼雜碎都罵出來的 有的沒有的 講一大堆的 還有罵人家民主已死 但是一直到今天還在裝死的人 為什麼呢 大家刺在打 那個曾明忠 曾明忠是國民黨的這個政策會的這個 比如說執行長 結果這個許澤濱 國民黨的黨工 一手一手來犯下這樣的錯誤的執行者 是國民黨的黨工就出自你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中央政策會 結果曾明忠在此之前為了聲援他 竟然說 竟然說直接要杯葛行政院長陳建仁的施政報告 你就知道兵準有 兵輪兵車兵到 已經已經到了大型的郵輪去了 那麼除此之外 民進黨也站出來指控有關於許澤濱的部分 我看國民黨真的不是普通人 我就是自己的政策 為什麼呢 他們竟然在這個事件裡面反過來咬說 是民進黨員 簡稱好友 是民進黨員好友 制造自演搞這個事情的 你們怎麼有那個臉皮去說這個話 負責執行犯罪的是你們的黨工許澤濱的 然後好來了 為什麼這一位桃園市府的官場局長周柏雲會捲入 因為如果按照你們 一切都按照你們國民黨的邏輯 那麼許澤濱跟你的這個 周柏雲的這個相關的公關公司 有千絲萬縷的公司公關拍天愛 他就在裡面上班 然後你是張家俊的這個等於說 這個張家俊的先生 然後在此之前 你又是中國國民黨的相關的 新媒體的這個相關的人員 然後一路帶著這個負責犯罪的人 我問你 如果根據你們的邏輯對不對 所有的包括我們俗稱的雲林幫的那群人 在網路上這個呼風喚雨 那個興風血雨 那什麼不是都跟你們有關係嗎 而且告訴大家 那麼除了被受壓的許澤濱跟這個好友之外 那麼還有兩個人可能在逃 而且是共犯 那就算有他把這個相關的手機跟筆電 丟在維也納 或是被偷在維也納 但事實上以現在所掌握的相關證據 就足以讓整個案子 可能不是只有單純的這一起自倒自演恐嚇案而已 好我們來分析的是政治效應 這整起政治效應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聲量 您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國民黨的負面聲量高 民進黨高達了有68%之多 而另一方面來看的是 網軍的事件當中有沒有可能進一步的受到摧毀到 國民黨最近議題的信任度 我們大家盡心回想 整個雞蛋事件到現在誰受害 雞蛋事件炒了一大片 當然民進黨受害 民進黨的支持度往下跌 這是一個事實 第二個事實是 民進黨損失了農業部長陳吉仲 下台一鞠躬 但人民呢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損失 還是會變成一個紛紛擾擾之後 仔細想想 好像沒什麼事 當初呢 當初呢 進口大量雞蛋之後 蛋價又比較貧富了 現在要不要再大量進口 萬一在緊急採購進口之後 又被人家這個倒打一把 所以就很多的氛圍 事實上 我有一個朋友他現在是做蛋糕的業者 他說現在蛋很貴 他們也只能吞了 現在的事實就是這樣子 來我想請教一下東豪 政治的效應會怎麼樣出現 還有郭喜他自己是說 他覺得好油事件 只是國民黨的土石流 他說潛建案 才是國民黨的大三崩 你同意嗎 很難評估 但是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好油這一個帶動的地雷 他是連環雷 人家國民黨自己都拆卸了 猜不掉 黃建平自己說 我們國民黨就算有網軍 也是民進黨的網軍 外太空 國民黨的網軍 曾明中 他就自己承認說 我們就算有網軍 也才在地上爬而已 建平我們以前都當過同事 但是建平這個講法 你只能現在 上節目的時候先擋一下 好油今天也會 現在還有再逃的共犯 好油這件事情 如果只是因為好油的話 我怎麼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法官如果只是因為好油 跟許澤斌兩個人 就把許澤斌送他進建 這個法官本身會出問題 被告 被告不是你 讓你用這種事情可以羈押的 他不符合羈押要件 中罪他不是中罪 唯一可以構成要串陣 他剛好有串陣 然後許澤斌有沒有逃亡是嫌 看不出來耶 如果用這個理由 去收押許澤斌的話 那個是法官對人權的踐踏 最怪的是那時候法官 法官在收押禁件 許澤斌的當天 講到許澤斌的人身智能 這很怪 因為他不講許澤斌的人身安全 他用人身智能 交保就交保嘛 這個事情有什麼好收押禁件 還禁見 就算有人教他怎麼 會不會是許澤斌自己 自己說沒有 放我出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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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毛毛的 其實我有懷疑 你懷疑 我有懷疑 我舉一個 這種不符合 刑事訴訟法的羈押 有些狀況 民進黨不大願意談扁案 你知道扁案的時候 有人 事後來轉當污點證人的時候 法官 檢察官去找法官談的時候 說他希望先收押一下 為什麼 怕人際關係的困擾 我再舉一個例子 桃園也是發生在桃園 有一個慣犯 他每天出來就要偷東西 五十幾歲了改不了 那個法官後來 一定要把他收押 沒有禁見 怕他出去之後又繼續犯 收養 他不這麼做 他無以為生 我舉了這都很極端的例子 許澤斌是什麼狀況 我只能跟你講很怪 他怪在哪裡 所以你甚至不排除 他是自己說 沒有我先賣出去好了 我會這樣子想 你懷疑 因為你知道 好遊所有的手機什麼 都不見了 你沒有證據可以找 不就這招很扯嗎 雲端東西應該可以恢復吧 還是他都刪光了 他有沒有刪誰曉得 但是我就跟你講我沒有了 你要證明什麼 我懷疑 懷疑不能當證據 我就算滅證你 你要怎麼說我滅證 你看看 是啊 心事無不正 果然回來面對了 東西都沒了 他連民進黨黨政 都四年前就準備好了 所以他當然是壞 可是好遊在怎麼壞 他後面的牽扯 沒有許澤斌打 許澤斌連到 你像觀察局局長 連到後面跟 袁林張家 跟朱立倫 周邊的親戚 朱立倫周邊的親戚 對 他們 許澤斌 他們那個時候 國民黨有一批新的文宣系統 整個崛起 這批人的崛起 彼此之間相相互聯繫得很密切 主旋律在許澤斌的電腦裡面 許澤斌的電腦裡面 如果只是網路上的正面輔選候選人 沒事 萬一許澤斌的電腦裡面 或者手機裡面 有很不恰當的對話 甚至接案有金錢關係 然後是做惡意攻擊 負面攻擊 甚至在 除了蛋以外 有其他的造謠事件 誰在裡面誰倒楣 所以他的骨牌效應 是怕這個 如果許澤斌的電腦裡面 會帶出一連串網路造謠 惡意攻擊這些東西 那國民黨怎麼辦 因為現在牽涉到這些人 全部是國民黨 終身代理裡面的文宣骨幹 所以國民黨會怕的是這個事情 打贏的當政的 輸的推薦副手 身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後遺則表示 民調並非唯一參考 打理念 大家一起打立場 大家說清楚 才談方法整合 民主政治就是以民意為異歸 那我們就看民意的展現 柯虹兩人口中的SOP 似乎很不同調 但也看基層焦慮 藍白合不合 10月底恐怕進入深水區 沒以上放話說我是藍白合的 最大障礙 我都已經站出來公開聲明了 我都非常開放的態度 可辦跑民調 但從方法上 似乎很難達成共識 就在關鍵時刻 戰鬥人發錢 趙少康主持網路節目時 後頭背板寫著 前往連署站簽名挺排名 現在被質疑 難不成要改挺郭 考忌會要不要處理 國辦發言人黃世修出面緩夾 談藍白合之際 黨內任何風追草鬥 都引發關注 所以啊 你不能眼睜睜的 國民黨 你這個壽司的駱駝 比羅宜大的 這個泱泱大黨 你不能眼睜睜看著黨 倒下去了 但是卻讓柯文哲吃飽了 OK 現在狀況就是出現 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我們來看看最新一波 這個是第50波了 賴清德小幅下跌38% 沒說話沒做事 跟你說 大家都倒在算 倒在算 你看 衝到了24.2%的支持度 這個侯友就下跌到了20%了 然後這個也是 細卡度 所以我說郭台銘 你不趕快宣布你突破了這個連署的關卡 真的是不行 不然你就來到6.2%了 然後呢 這個 柯文哲衝上來 比這個 侯友宜高一些了 這個 賴清德36.7% 所以真的 柯文哲你的人型力排就好 你都別說話 是不是收視力 你的支持度就會上來了 柯文哲的支持度上來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 潛艦他躲在黃珊珊後面 他就不用負責任 反正黃曙光是黃珊珊的哥哥 所以他就躲在黃珊珊後面 所有東西都推給黃珊珊 差一句話 黃珊珊當年還是國喜的辯護律師 對 所以他躲在黃珊珊後面 第二件事情就是 所謂的領北好友 領北好友 他就所謂的 左手推給國民黨的黨功 右手推給民進黨的黨政 所以他就說 這個跟我無關 其實等一下我也講 他跟這件事情的關係 其實他跟這件事情 其實當然有關係 我這後面再講 第三個其實就是 最後我們會講到 所謂藍白河 不斷的用民調去威脅國民黨 那我們先回頭講 所謂領北好友這件事情 領北好友這件事情 可以看到 國民黨的黨功 許哲斌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年輕黨功了 他已經十年 他的同學叫做 謝佩芬 現在已經要選立委 同一起的台大法律系 一個在做網軍投 一個要選立委 不過他講的是說 這個人其實在國民黨 是資深黨 十年前就已經在國民黨黨部 認識所謂的周柏英 而周柏英現在是張家俊的 張家俊的老公 桃園現在官傳局局長 周柏英這些 應該是他周柏英 簽到給所謂的張家俊跟張立善 去做張立善選舉的時候的小編 跟張家俊選立委的時候的發言人 所以他跟張家俊 是同一掛的 就絕對無疑問 再加上領北好友 在2018年之後 其實就跟所謂的寒流合流 等一下我也講 為什麼跟寒流合流 他們有農業四大扣 專門打的就是農業部 就是吳英寧跟陳吉仲 為首的農政集團 為什麼他們要打農政集團 為什麼要打農政集團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張家掌握了什麼 張家掌握了農會 漁會 合作社 北農 西螺國菜市場 這些他們整個從生產端到銷售端 都是他們由雲林張家講白了 他們一句話說了算 什麼時候該生產什麼 什麼時候該輸出什麼 什麼時候價格要定什麼 全部透過這幾個單位 去決定了價格 而陳吉仲跟吳英寧 他們長期以來認為說 如果市場價格是自由市場就算了 而是由張家或者是說 這一批人所掌握的時候 政府就必須得介入去所謂的 穩定所謂的物價 讓消費者可以得到比較便宜 或者是穩定的農產品價格 讓農民也不要被所謂的 大盤商剝削 所以他們其實做了很多 輔助小農跟青農 直接跟7-11或合作社 所謂的大型的通路商去做合作 讓他們可以避開所謂的 大盤商的掌握 這也是為什麼吳英寧在北農 做總經理2017 2018的時候 他一定會被拉下台 因為北農就是決定了 台灣四分之一的產量 西螺占三分之一 北農占四分之一 這兩個所謂的國菜市場 掌握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決定了台灣所有的菜價 跟所有的農產品的價格 所以他們一定要把吳英寧拉下來 而吳英寧拉下來 背後跟誰合作 當然是跟柯文哲所謂的合作 為什麼跟柯文哲合作 因為那時候是台北市長 而且2018年的6月的時候 民進黨已經提名姚文哲 柯文哲已經打算 所謂跟民進黨分手 開始跟國民黨合作 而合作的第一對象就是 所謂韓國瑜 因為柯文哲長期以來經營網路 他知道網路上有一群叫做韓粉 所以韓粉跟柯粉如何合流 這個合流的對象的打擊目標 就是吳英寧 每次韓國瑜被質詢的時候 柯文哲都看到沒笑眼笑 是 有沒有 所以吳英寧被 吳英寧上禮拜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說你看國民黨的議員 質詢我的時候 我的老闆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旁邊笑我 而且他人家問柯文哲說 吳英寧的事情你怎麼看 他說吳英寧關我什麼關係 我聽到他的名字就生氣 這就是柯文哲 他其實內心裡面 不是那麼討厭吳英寧 他內心裡面是我要跟韓國瑜合作 我要跟所謂的農業系統 所謂張家的農業帝國合作 這個才是他的根本目的 他根本目的就是用來用打擊 所以他就是沒有核心價值 誰可以達成目的 他就跟誰合作 這就是柯文哲 對 所以2018年之後 其實韓粉跟柯粉 在網路上其實是屬於河流的狀況 還有一大批叫做小粉紅 我就不講了 那這一群就形成了 所謂的網路操作的群眾基礎 這個群眾基礎之後 他們透過網紅側翼 你們背後有一個側翼 所謂的網軍來進行 網軍的操作 為什麼要特別跟側翼不一樣 因為側翼有時候 會被人家知道是誰 像林玉紅就知道是誰 但是網軍絕對不能 讓人家知道是誰 所以許哲兵掛在國民黨裡面的 中央黨部裡面 去做所謂政策會的幹部 是為了指揮這些相關人等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才有代表性 所以他其實應該設一個斷點的 但是這一次就是因為他的斷點 設的太糟糕 VPN跑不掉 跑不掉被抓到以後 你才所謂的下面一大掛子的人 都會被操作 所以為什麼說一定要按 所謂的PTT 所謂的網軍一定要按黑操作 因為他們釋放就是一假消息 二所謂的假的帳號 三就是所謂的假的人設 為什麼假人設很重要 這一次所謂林北郎 其實四年前準備的那張黨證 就是為了假人設 他們在網路上常常操作說 我也是民進黨黨員 我也是什麼民進黨的支持者 就是網路上常常說 我是一個長期支持民進黨的人 但是我現在受不了民進黨 什麼什麼什麼 這種就更有一些力量 就是說為什麼這才能打破一同溫層 如果不斷的在藍營 韓粉跟柯粉之間的炒作 你就沒辦法打破那個同溫層 所以在網路上 假人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擁有民進黨黨戰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擁有的時候 你才能打破所謂的同溫層 我往中間選民 甚至往淺綠的選民去說 你看這次的農業政策 這次的雞蛋政策 有多麼的糟糕 這個才會博取信任感 所以假帳號假訊息 跟假人設 是網軍操作的必要條件 所以這一次的整個事件 其實是本整個白藍體系的 所謂的網軍產業一條龍 柯文哲你不要撇挑 因為你就是網軍操作的始祖 你不要逼我講 你有四大系統 綠營的系統 當然現在已經離開了 但是你還有三大系統 才幫你操作網軍 你是說他本來四大系統 綠的只有一隻 另外三隻是獨立於他的 另外三隻網軍 是受他指揮的 我慢慢再講以後 但是中間有恩恩怨怨 網軍之間也有彼此的恩恩怨怨 會搶奪所謂的資源 搶奪資源的情況 彼此的恩恩怨怨 有空我再講 柯文哲的四大網軍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在整個的網軍體系裡面 扮演的關鍵角色 尤其在所謂的網紅行銷 他就是最大的那隻喇叭頭 假訊息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透過這些所謂網紅 不斷的傳播 所以黃國昌為什麼會找 林北好友來做直播 也就是這個目的 但是我要講 許澤濱還有一個關鍵是 他有一個小編計劃 小編計劃就是 讓所謂的藍勾勾 這一次力挺林北好友的關鍵 我訓練了所有政治人物的小編 每一個政治人物在網路上 其實就是一個側翼 我讓他挺林北好友 為了製造一波所謂言論自由 被限制的恐慌 這一次全部翻車 其實跟這個小編計劃 大概也脫不了關係 好 米鳳 你秦保基層 發現現在民間有一個傳說 你不負法律責任 你只傳達這個民間傳說 是不是 秦保基層好像選舉一樣 沒有 我覺得就是說 剛才董吼也提到 就是說這個林北好友 我覺得許澤濱那邊有 大家都查得非常清楚了 可是林北好友他為什麼 結果第一個這個發生之後 許澤濱竟然收押禁見 這個罪責呢 有到收押禁見嗎 除非他是想要說 這個串供或怎麼樣 可是這個林北好友 他竟然落跑 結果他自己回來了 但是把手機跟平板電腦 要落跑了 他就是等於落跑 那你這個東西到底是 為什麼嗎 你林北好友為什麼 他從 他其實就是剛才董吼講的 他跟綠營的人脈系統 是比較熟的 但是他為什麼那麼久了 四年才要去加入民進黨 那他加入民進黨 真的只是為了所謂揭發正義 然後到時候用民進黨的身份 去弄民進黨嗎 我覺得這種動機太弱了 其實民間有一些平面媒體 都找出來了 他其實跟農業部 有一些交易跟糾紛 他曾經跟農業部要過幾筆預算 甚至他要求成立一個公司 要農業部付錢 那你知道你說你剛才講了 許澤斌養這些什麼小編 或是什麼這個林北好友 要幹嘛這些 你覺得不用錢嗎 那你菁英就是說 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兩個人串通 我莫名其妙 我兩個人交情在好 我就要陳東豪跟我講說 我要下台階了 你幫我弄一個恐嚇性 陳東豪會願意嗎 我願意 他也許我們交情有夠 可是許澤斌跟這個林北好友 交情有沒有夠到這個份上 這個沒有 那許澤斌為什麼要平白的幫忙 這個林北好友 這個背後的東西才是重點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們兩個串通這樣子 一直在放這個對於執政黨 或是農業部不利的事情 他們是要換取什麼 那換取什麼之後 這個許澤斌是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到 也可以拿到什麼好處 或是利益 可以繼續養他那麼龐大的一個 網軍 也許張家也是可以 但是如果說 我可以從別的地方再撈一點 有什麼不好 所以說今天這個案子後面 所以這樣的一個公關公司 有養網軍的公關公司 他可能不一定藍不一定綠 就是誰給他預算 他就幫誰做攻擊行動 所以有一個人就跟我講 就是同一個帳號 前一年還罵他 什麼鬼東西的 第二年到了 竟然恭喜他新年快樂 然後你好 新生日快樂你好 那個就是帳號被洗過了 所以這個網軍的帳號就是常常在跟動 然後誰有錢去買 誰沒有錢 或是沒有需要的時候 就退出 那我就要賣你 賣給別人 那個人就是需要錢去買 所以說這個東西背後 到底有沒有牽扯到所謂的 是不是只是金錢交易 只是政黨的利益的攻擊 或是說他只是 他要利用這件事情 跟政府部門要挟什麼事情 這個才是重點 就是說今天這個案子會發展到 如果政府付出代價了 一個部長下台了 但是我覺得政府最後堅持住 難道我真的要給他一筆預算 去讓他成立什麼鬼東西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說 我覺得農業部已經吃盡 1450的苦了 他不會再要用一筆預算 去要一個網軍 然後幫他洗白淡什麼東西 這個人叫做白娘子 你知道嗎 白娘子 自己放毒要自己救 他前面放了一堆毒 因為他的人脈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放了不斷 譬如說超市的東西 也是他要放的 他有一些資料 你就覺得說哪來的 對 但是他就是有這個人脈 真的還假的 對 他就是有這個人脈 去拿這個東西 然後放來之後 要解毒 要解毒的同時 我是不是要用藥材的配方 或是藥材藥 或是這個藥材的錢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 這個背後 就在搞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些案子查起來 我覺得國民黨 國民黨就覺得很天兵 就覺得許澤濱 就是一個單純的黨工 然後曾明忠就負責出來道個歉 就算了 你國民黨那麼天真嗎 你也把國民黨想得太好了吧 他現在就是這麼天真 我覺得國民黨必須要裝得很天真 就是曾明忠就是以為 就是把它切割了 就是一個單純的黨工 然後背後 什麼曾明忠 政策會負責出來道個歉 主席道歉不用 因為這會扯到整黨 可是國民黨應該也很清楚 許澤濱會被擠壓禁見 對 他自己應該心裡有臉數 至少曾明忠你不用去問嗎 不過他說要禁見之後 他也可能不曉得他搞什麼 但是背後這些牽扯跟利益 會讓許澤濱牽得更深 讓國民黨牽得更深 另外一個題 當然就是有關於淺見事件了 我覺得高鴻安真的是 不愧匪陶匪比較聰明 不會單挑民粹 政論社畜嘛 講話你就讓他賺點通告費 高鴻安就沒有直接單挑 馬文君單挑李政浩了 李政浩反正閒著沒事 真的要告他了 李政浩告訴馬文君 可是馬文君畢竟對不對 在南投對不對 比較搞不清楚北部的生態 他李政浩這麼有意見的話 去告發我啊 這種要求我第一次聽到 我聽到這件事情 我先請示我的長官吳征 潔壁集團首領吳征 我問吳征說這個長官 這個有人要我們集團去告他 可以嗎 吳征說可 他批個奉命批殼 那個大大的殼 那殼嘛 那我就限期我的律師 48小時這個6日 把告發狀寫好 然後呢 那我要問啊 因為禮拜一是連假啊 那我請律師 打到高檢署問 禮拜一有沒有收件 高檢署說有 全年無休 罰警匯代收 那就好 馬文君有承認他泄滅是錄影檔的部分 對不對 我手上有馬文君整份的錄影檔 我請律師在這個週末 逐字稿處理好誰 連錄影檔用一個USB加逐字稿 整份递給高檢署 因為現在他們在凹什麼 他們在凹說 這個錄影檔沒有洩密問題啊 國防部認定沒有啊 好 你說沒有對不對 我把逐字稿弄出來 因為那錄影檔我看過嘛 至少有三項明確的資訊 一 SI公司正在幫台灣造潛艦 二 SI公司的負責人叫做PAK 補五值 三 有二到三批的SI公司是來到台灣 來了兩三輪 嗯 這個東西是百分之百機密嘛 那有人說不是 那我都尊重 但要搞清楚 國防的機密嚴格到什麼程度 你現在拿個手機走去清淺缸 嗯 拍一張照你手機都會被沒收 對不對 國防機密是到這種等級喔 還有 李倩龍帶著好朋友 去APA7那邊拍一張照 全部下課 是 對不對 邱國正在的時候也被寄過喔 嗯 對不對 還有什麼東西 之前我們的青年日報 是把雷達車的照片 到馬祖的時候 不小心把它貼出來 青年日報社長下課 哇 所以這個真的可寬可鬆欸 國防機密是很嚴 我講清楚難念 國防什麼叫做國防機密 你在國防部網站 download不下的全是機密嘛 嗯 就那麼簡單嘛 嗯 結果呢 有的凹不是機密嘛 沒關係 我就把這些東西全部送給高檢署 是 讓高檢署來判斷是不是嘛 嗯 那如果是的話馬文君就下課啊 嗯 對不對 所以這種要求我第一次聽到嘛 叫我去告他 所以你要告他泄密罪 對啊我告他泄密罪啊 還有呢 高檢署已經分案了嘛 對不對 我就補充證據嘛 好但是呢 這個潛艦案國民黨也在等 如果後面是不是有什麼弊案的話 覺得又是可以反撲民進黨 以許巧心為首的集團 你的好朋友 許巧心為首的集團 每天放一點音檔 這算不算泄密 你要不要告他 不是 對我坦白講 這一次我很小心喔 有媒體問我說要不要提供音檔給你 不可以 我不可以 因為我不知道 你怎麼不跟你好姐妹講一下 他膽子比較大嘛 他直接公布耶 怎麼可以 你看我剛剛講的那三條 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喔 我才敢講喔 就是SI公司有幫台灣 然後有工程師 負責人叫帕克 那都是建築園媒體 我才敢講喔 所以昨天有媒體通知我說 張曉哥你要不要音檔給大家 我怎麼敢 因為他有 我跟你講他音檔有9個小時喔 我根本不知道裡面有哪些是 還沒有泄密的泄密碼 清朝偷看公委要挖眼睛的耶 對不對 我怎麼敢拿出來 所以虛小型這樣 我坦白講很顯喔 而且你就算不斷的公布 就算你把國洗塑造成一個大惡人 又怎麼樣 我們從來沒有說國洗是怎樣 他其實要打弊案嗎 他就是潛艦國造很多弊案 他打不出個所以難來嘛 所以這條路再走下去 有沒有可能 國民黨有機會反敗為勝 不太可能 因為潛艦國造 每一個武器輸出許可 要嘛就是國跟國有 說不清道不明的默契 最後他就是做出來了嘛 你要講什麼弊案 那如果真的找到弊案 我也歡迎揭發 對我們來說也是抓蛀蟲嘛 我也不在乎這種事說 也沒有什麼遮羞布的問題 只是我現在看到一個泄密者 叫馬文君嘛 不處理說不過去嘛 好來 瑞德 剛剛這個鄭浩講到嘛 根據這個大清律律 偷看公文要挖眼睛 挖眼睛 那很多人會問說 那徐曉青不能公佈 為什麼李正浩可以說出他的內容呢 因為在同一部電影裡面有說 假設一下沒有關係 李正浩假設一下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什麼意思啊 徐曉青為什麼不能公佈一錄音檔 因為很簡單 因為這個錄音檔是王小強 就是當時的韓國的翻譯呢 偷偷在那個韓國慈性顧問的這個 這個說死之下呢 那麼把他偷錄了郭喜秘密的對話 非公開的對話 8個月 減成13個小時 所以他是妨礙秘密罪裡面的這個證物 那麼如果徐曉青把這個妨礙秘密罪 所得到的證物拿來公佈的話 他就是妨礙秘密罪的共犯 那除此之外呢 馬文君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件事 他說郭喜啊 郭喜不是只有這個海軍之力 他說郭喜以前是賣飲料跟煙草的 這一點我非常的訝異 為什麼 因為他說 他的這個 飲料跟煙草 因為他說他是英國GL公司 GL公司就是我們現在說的那個 紫布羅陀 紫布羅陀 紫布羅陀這個GL公司 馬文君說 他是郭喜是賣煙草跟這個相關的飲料 我們提凍結預算一定有講理 如果今天這個廠商 他成立公司短短48天 他連人才都沒有 他本來是一個倒閉的公司 本來是在賣煙草跟飲料的 他倒閉以後才重新復業 復業以後就是來標我們的 東華民國的潛建 這個我先講 因為那個都有公開紀錄 所以如果像這樣的廠商 他來 因為院長你也是一個 你有醫學背景 今天如果要開一個 換新手術 你會找一個 剛拿到48天的 執照的人幫你開 開這個換新手術嗎 外科醫師是可以 你抵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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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他就把英國的 我们就不许范四平这样子做 结果呢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王瑞德支持许淑华 支持民进党要选松信区的立委许淑华 没错 不是南岛政府管长王瑞德 要支持管长许淑华 所以你不能叠高党才 你连这个叠高党才得了 那现在他的策略确实跟 那么郑昊所讲的一样 为什么呢 现在不管是许巧新他们的策略 国民党所有出来辩护的都一样 就是要把郭喜打成是一个 军火山嘛 军火千克嘛 然后泄密嘛 那有没有 我跟你说啦 这图哪有啊 去年一月就有啊 各位 这一些所谓的十几个 十几卷的录音档啊 去年一月就拿出来打过一次了嘛 没效嘛 我跟你说啦 郭喜如果你国民党觉得他什么 赶快去告发 赶快去告发 我都没意见 郭喜的民间人士 而且他从去年一月 就是他们故意用这些东西 来打压郭喜去检举的时候 郭喜就已经离开我们的潜见小组 那马文君后来讲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卖烟草 一个卖饮料 到后来对海军是陌生的人 后来为什么可以 等于说来弄那个潜见嘛 我跟你说啦 为什么很简单啦 因为郭喜在 今年十二月九号 即将满三十年的 隐清风命案来在 东尼海军武或是隐清风的 直属的下属中校啦 你知道吗 所以他在海外 有很多海军相关的人脉嘛 所以才能够透过 就是因为我们国家 没有造过潜艇被中共打压 黄曙光发了好多的心思 好几个路线都断了 最后只好拜托郭喜 用他在海外的相关的人脉 才能够找到英国退伍的准将 成立直部罗头 这个非烟草饮料贩卖公司 这家公司 难弄成台湾的潜艇嘛 郭喜有没有功劳 当然有 当然郭喜想不想赚钱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有的话 我那样大的工夫背来背去 给你用人脉有吗 给你做无的无的 我当然想分白公嘛 我说坦白 不然我是在做金帽子 做什么 做阿斯巴拉的 所以事实上 你们如果认为郭喜 他是有弊案 去到我 我没有意见 但这一件事情的重点 完全不在这个地方 这件事情的重点在 因为郭喜是民间人士 而你马文居是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可以看到 国防外交 军事机密 潜艇飞机什么东西 你都看得到的 你还拒签保密协定 保密协议書 你还竟然把这么重要的 潜艇的资料 竟然直接寄去给这个 比如说韩国政府 在台湾的代表处 我问你 我们为什么可以接受 万一哪一天你说 你要 他说他要韩国 这个协助调查 有什么错 万一哪一天你说 你要中国协助调查 那你把东西 会不会把东西寄给中国 你是一个立法委员 你怎么会犯下 这么不可思议的错误 东豪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不太了解这中间的脉络 但是有几个人 是陆陆续续的冒出来 比方说郭喜 然后郭喜讲到后来 开始徐晓星 一段一段临迟 他公布这些录音档 就是要 配话这个郭喜 那郭喜作为一个生意人 过去一些分分真真 我们也不是很了解 这是一个郭喜 那么黄真辉舰长 也开始有一些说明 当然黄真辉舰长 有一些说明是 蛮污蔑政府的 那他是为了爱国之心 来认为现在 这个民进党政府很糟糕 还是他背后 是不是有一些脉络 以及马文君背后 又有什么脉络 能不能请你 稍微的点一下 要怎么样打郭喜 才能打到民进党 要有贪污 我们讲白话文 郭喜不是民进党党员 郭喜是生意人 生意人要赚钱 不管他怎么赚 如果只是郭喜在赚钱 你要讲什么 没办法讲 蔡英文在决定下决心 要做浅舰的时候 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贪污 就是怕贪污 然后第二个怕什么 怕浅舰造出来不能用 这是最关键的两件事情 黄鼠光是整个浅舰的负责人 这两三年来 他一直被调查 一直被调查 你说我又要忙这件事情 要把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做出来 我还得被一直怀疑我的品德 他被三次国安调查 检举他可能涉及贪污 所有的事情里面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军火商 然后有立委 黄鼠光 去年 你说不断的投诉 怀疑黄鼠光贪污的 有一个军火商跟立委 包括录音党 包括所谓录音党 录音党不是录到黄鼠光 那这里面呢 比如说 那个录音党里面讲 郭喜怎么会 能够去跟 跟这个外国军火 SI 去谈到海龙的升级 是另外 完全另外一个弹子 所以有很多这种事情 在过去这两三年 一直都有 对前面这个事情 对蔡英文政府 会有杀伤力的是黄鼠光 只要黄鼠光的清白是OK的 其他就小事 谁去碰红区装备 黄鼠光在面对检调的时候 自然会交代 是 这一部分就交给他吧 好 那确定的是黄鼠光 经过了三次调查 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他有什么样的状况 这种事情 这有可能就是 马文君是代表 另外别的厂商 才有这种动机 他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 搅黄了之后 别厂商才有来 工程再投标 也是一样的情况 那个东西别人标的 可能快要标到了 我一定代表别的厂商 我去搅黄那个东西 这个我以前在交通部上班的时候 就是这么 很多人都搞的 再补通一句就是说 黄鼠光为什么可以全身而退 清清白白的 因为所有的 他们当中在设计的时候 所有的原厂的东西 你都要出口许可 所有的证明这些相关的文件 它是汇集在什么 台船的架构之下 不管有没有代理商 它最后是台船要对源头 你这东西 有没有人有机会赚到一点 技术服务费什么的 当然应该要给人家赚 可是 它不会产生 洗擦架赚 赚under table 所有的东西就在台船架构之下 这个就是当年他们要避免 浅见就算造成了 最后因为被贪污两个字 给搞砸了 好 再来看一下 自由时报独家 绿营内部民调曝光了 赖清的是稳定的领先 柯文哲跟侯友宜的 既然事件确实 民进党跌倒了 跌到3到5%之多 不过现在回稳 赖清的致死度来到了37.2% 柯文哲就说 郭民董哪吹 就好到柯文哲 现在25.6% 好游事件啊 这个影响到了这个好游 包括潜艺事件 现在是20.5% 我想请问一下益善兄 郭本喊出心愿 郭台铭笑得好开心 到无果赫胜功参拜 郭台铭强调2024的重要性 大打战阵牌 2024年 往后的五年 选择要和平还要战争 我没得就要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有个新年后几季 改变台湾的旗子 你 到我 阿明 说出来我一点几能做 而前一天郭台铭才宣布 连署出在4号已经破中选会30万门槛 如今好心情挂脸上 相较郭台铭笑笑但不回答 搭档泪佩霞倒很直率 就很开心啊 当然希望越多越好啊 因为争取联署 那才能够充分地表达民意嘛 跨过门槛后 郭霞组合将继续努力 把每份签名化成回馈社会的力量 郭震也公布下阶段新目标 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继续冲刺啊 因为我们承载了这些民意 我们拿到门票咯 对着镜头调侃朱立伦 随着蓝白阵营 近日整合话题多 郭台铭力拼突破 边缘化 创造火花 最近刚刚我们讲的美丽岛民调 这个郭董事长一投热 结果现在支持度只剩下6%了 所以他宣布说 我已经突破这个连署关卡了 拿到入场卷了 会对选情造成什么影响 对 其实民调长期维持一个趋势 就是赖清德税上铺 郭台铭打地铺 然后蓝白在下铺里面抢棉被 准备分手分床税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我认为 柯文哲不是因为好游事件 或者是民调 猴有于下降而下降的 而上升的 而是因为柯文哲一天一爆 他民调逼迫国民党 让所谓的希望下架民进党 这群人弃保票 集中在所谓的柯文哲身上 这才是关键 这个关键你看柯文哲从去死吧 从什么来比民调 输得退选 输得来指定副手 五家民调 他一天一个议题 他接下来还有得打 什么是五家民调是谁 什么时间来比 考一下是手机还是试画 什么时间来比 要不要纳入郭台铭 你看他如果一天一次 你国民党要怎么回应 这些相关的民调议题 如果国民党没办法 回应的情况下 柯文哲就可以不断的吸纳 所谓希望下架民进党 所谓的弃保的选票 在民调上面呈显在他的身上 这个才是柯文哲的目的 我说真的 柯文哲就是知道你 国民党不敢比民调 他才不断的用民调这个议题 来逼迫国民党 他要的是气保 而不是说所谓的真正的蓝白盒 这个是目前分手擂台的 打的现在的进度 国民党现在很衰 他没办法回应 重点是谁来回应 才叫做国民党 柯文哲回应 柯文哲说我们很好 我们有共同管道 我们未来可以执政联盟 就是讲一些废话 有六千个位置让你们训练 让民众党训练 对所以侯友也讲说 我们民调不是唯一的基础 我们要SOP 所以你每一次的回应 都让所谓的国民党 你根本不想要蓝白盒 因为国民党也不能蓝白盒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蓝白盒 说真的六千个位置 国民党现在就有38席立委 那么多的县市长 那么多的县市议员 怎么可能一份民调 或五份民调 就直接送给你柯文哲 是不可能的 蓝白之间本来就不是为了合作 而去谈论所谓蓝白盒 而是为了操作 选战最后的气宝 来去谈所谓蓝白盒 现在郭台铭 现在已经突破连署了 我觉得郭台铭 又是另一个柯文哲 可以操作的议题 为什么呢 他吵完民调之后就说 什么风都在柯文哲这边 你不合 我来跟郭台铭合 这个东西就会极大化 所谓的边缘侯友宜的效应 即使他在最后 没跟郭台铭合了 他已经形塑了 他是一个蓝白 金蓝白共主的地位 就已经出现了 剩下的就是登记之后 如果四个人登记 责任是谁 就是你国民党 责任是谁 就是你郭台铭 我柯文哲没有责任 所以我就可以吸纳 最大的一个能量跟选票 这个是柯文哲目前的操作手法 有没有得破解 我觉得国民党跟郭台铭 破解的方式都很少 我觉得有一个破解的方法 就是侯友宜搭韩国瑜 很古兰深兰就混在一起了 和流 这个是对国民党最上 因为柯文哲其实拥有 叫做网路声量 网路声量如果被韩国瑜 刚才讲的 现在网路上面 韩粉跟特粉是合流的 如果韩国瑜跟国民党合作 或者跟侯友宜合作 或者是把韩国瑜 下礼拜韩国瑜就要出来战斗兰归位了 或者是说韩国瑜摆在 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 说未来是当立法院院长 这都有可能阉拯 太短了 让他闭嘴 因为这个东西对于台湾的政坛是一大损失 敏凤你觉得是不是 侯友宜现在为了甩锅文哲 唯一知道就是干韩国瑜配了 对 我觉得 但是到时候造势的时候 就不晓得谁比较受欢迎 那没关系 如果侯友宜面子上面 投到国民党的党会里面就好了 对 如果侯友宜面子上面落下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现在他是不是剩这个解放 对 下礼拜就是要侯友宜 韩国瑜要不要 没有 我就是 我们在帮他想解放 我觉得韩国瑜会接受的理由是 国民党人如果现在支持侯友宜 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下一个会更好 我就说下一个会更好 我就说看准了 侯友宜你不会上 韩国瑜现在是救世主 我这次帮你忙 下一次就是我的 所以不会看谁 卢秀燕的 没有 我觉得韩国瑜 不是想要副总统 就是国会的第一名 因为他要为什么下礼拜开始 要出来跟侯友宜 这个造势 而且造势的对象是立法委员 那他侯友宜的讲法是说 我跟韩国瑜还有很多立委 都是好朋友 所以我们要拉这个立委的 因为现在赖清德也是正在 拉立委的席次 你可以盖很多艰困的选区 你可以接到赖清德的电话 五天打两通电话 同样的电话 你如果接不到 他会继续再打 这都是在拉立委的席次 所以韩国瑜愿意出来 跟侯友宜一起亮相 他不是图副总统 就是图国会不分区的第一名 我觉得他是有企图的 否则不会这样 你不觉得现在国民党 真的就胜这一招了 对 韩粉就回来了 就不会跟柯粉勾勾钉 对 你郭台铭是不行的 应该没有什么郭粉 我假设了 我假设一下 郭台铭现在联署数份 达到所谓在电影套 电脑里面有cost是30万份 有达目标 没有cost是45万份 然后在新装三重是很多份 那问题是 这个东西就说 你达标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达到50万 那是一回事 那重点是赖佩侠的国籍 可不可以过 所以不是分数的问题 是赖佩侠的国籍 所以然后你的名料 是有个位数 谁要跟你合 就算了 先休息一下 对不对 所以下礼拜登场的 柯文哲回来了 韩国瑜出来了 所以精彩可及了 对 所以你有韩国瑜之后 你柯文哲在那边 蓝白河无限的要价 要价 那你就小声一点 好 来 高宏安 我们没有忘记你 你正好也没有忘记你 下个礼拜要出庭了 对 高宏安下周三要出庭 这个出庭说 我们就旁听喜 现在跟摇滚区一样 因为法院审理要公开 对不对 法院审理要公开 可是问题大家都想去听 所以现在听说要抽钱 然后抽到的时候 是有一位议员爆料说 他有朋友忽然传信给他说 中奖了 我上榜了 然后那议员就说 上什么榜 台大吗 没有 高宏安旁听喜的榜 所以曾志诚说 这真的太夸张了 高宏安下礼拜 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问题是 这个喜也只是所谓什么东西 只是公积金案的部分 对不对 未来高宏安还有很多 都市更新的东西 只是最近我们比较忙 我们在追骂文君骂 那我跟大家保证 保证我的低潮还很满 我手上至少还有几份资料 包含这个会创 那时候得标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会创很争议 拿到第一名吗 对 当下有厂商 就是第四名的厂商 当下跟主席抗议 主席的裁定的会计记录我有 所以后来在我们大家忙着潜价案的时候 已经厂商跟你投诉说 我当中就看他 有 因为这个太诡异了 大家都排他第四 第四 第三 为什么偏偏有一个 No.5 给他第一名 厂商代表是我粉丝专业的粉丝 出现了 然后又把一大堆给我了 然后还有非常多高宏安 你也曝露一点吧 所以这个标案大有问题对不对 对 他当场就看你 然后主 那个很奇怪 好啦 我口头补充一下 主持人就财力说 有没有问题 然后每个文言都说没问题 然后就这样过关 很奇怪啦 那有大有问题 你一家刚成立的会创 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会创什么 再帮他回忆一下 会创成立七天 然后就可以招标 招标一个月 社会住宅 对 他就不要在案子 那个包住贷管 会创再怎么拿 最后拿85分 对不对 然后有个逼得给他89分 可是高宏安一间 酒爪与扭断断 他说他没设施 会创里面的所有人 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 他酒爪没有用啊 中介人要用就好了 就酒爪有用 但是今天有一个新的独家 你没讲啊 美满 你一直想要认识的阿满宜 健身了 我一个人给你讲 酒爪有用的话 马文俊就不用被关了 好友就不用被关 好不好 马文俊都酒爪说要切腹 他还没有被关啊 今天又有个新的独家 阿满宜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今天这个友台 我承认是友台 就强调说这个阿满宜 是由薛明志介绍的 来介绍给高宏安认识 可是其实这个传闻 在新竹地方 以及我们一直都有听到 可是我们没有去处理 这个议题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希望我丢出来的每一个爆料 从高宏安到马文俊 就是有白纸黑纸 就是我不要说 我听说千丝万里 就在那边黄国冲之流 国冲老师的爆料就会这样 可是其实地方本来就有在谈 可是这次有趣的事情 是由薛明志的儿子薛长佑 号称他的发言人徐美凤 出来证实阿满宜是有签那么远 我也不会这个消息背书好不好 证实阿满宜是由薛明志牵线 给高宏安认识 可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薛明志马上就否认这个爆料 所以我其实也不是重点 因为我也没有想去厘清 到底这背后是谁 我们只是要提醒大家阿满宜 对 我只是要提醒 还有戏 我只是要提醒阿满宜 这个你还没有包养我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只是最近 先搞一下马文俊 到时候过一阵子 有靠在监督你 中国武昌职业学院陆军一大队官方网站写的 写状况不佳连政坛也出现动荡 像是今年建政74周年招待会 习近平疑似保镖不离身 还取代总理李强发表谈话 评论认为习近平担心步上苏联后尘 才自己亲上火线秀团结 中共是否内外交迫 外界只能透过蛛丝马迹寻找线索 英国媒体每日邮报引述情报独家披露 这一艘核潜舰居然是误触 原本由中方设下要诱服英美海军的海底陷阱 导致56名官兵罹难 这一艘编号093417的核潜艇 最终因氧气系统发生灾难性故障 导致船员中毒 当时中国矢口否认更拒绝外界支援 包括追踪此事件的香港病毒学家严丽梦 也透露当时舰上没有启动警报 因而致命 自投罗网 酿成大祸 胜效成上 立刻牵动中国 军事高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趁其清算军政太子党 但由于英国皇家海军 同样拒绝对事故发表评论 究竟这一艘中国核潜舰 是否沉入黄海 犹如破碎的冰图 恐怕世人将难以以推真相 我们欢迎这段新交流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财经专家邱敏宽 惠民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谢陈彦 惠民好 大家好 暂流专家林亭辉 惠民好 大家好 好 台湾现在做出了自治的国造潜舰 大家与有荣焉的同时 其实我们放眼望去 蛮多国家都能够做潜舰的 我们台湾还要多多的努力 那么最近中国潜舰之谜始终无解 为什么不好好的跟在潜舰里面 55名士官兵的家长做一个说明 到目前为止 针对这样的一个中国潜舰的事件 到底是不是在黄海发生事情 是不是已经有55个人死亡了 到目前都没有得到答案 那么其实越来越多 包括外电 包括英国 包括世界各地的媒体 传出更多更多的消息显示 中国确实有一艘 那么动九三的相关的核子潜艇 出事一定出事 而且现在越来越清楚 连里面55个官兵还有水手 甚至于连舰长 上校舰长 被他们的尸体后来捞上来以后 埋在什么公墓都知道 所以表示这件事越来越大条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大概大致的位置应该 我那时候就说不会是在台湾海峡 因为台湾海峡太浅嘛 那么可是问题是 往北东海黄海 结果现在证实 应该是在黄海附近 离大连不远的地方 那么有一个说法是 这一艘潜艇呢 撞到了自己前人 也就是说 进阵人海军自己 设下了一个陷阱 这个陷阱呢 本来是要用来困住 美国相关的这个潜艇 或者是像英国这些盟国的潜水艇 因为有时候会想要进去嘛 那么在不知道 这个海底下到底什么状况下 设下了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陷阱 这个陷阱呢 显然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显然蛮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东西是 很多的链条 很多的障碍物 你比你厚对吧 不是跟虚枉而已 然后把你整个潜艇 让你没有办法 但很显然 如果这个讯息是真的 那么里面可能 还有一些爆裂物 为什么 因为它使它呢 这个核子潜艇 氧气系统当下 砰了以后呢 里面绝大部分的人 不是缺氧死的 而是被毒死的 他们是中毒死亡 所以55名官兵 当场中毒死亡 当然 还有中国的专家 当时还曾经在节目里面 讲过 这个本人是比较保留的 他说 美国的潜艇 如果敢靠近中国 黄海附近的沿海的话 他们一定会被自己给搞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当地的人养殖海带 都是用很粗很粗的尼龙绳 所以一旦进来的话 那么在海底很容易 被绞进去那个潜艇 所以潜艇也因爲 这样就对了 他说的不是缴到这个海带 是缴到那个尼龙绳 就对了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因为当时这个地方 它是禁航区 这个地方当时这个潜艇 在进行一个水下武器试验 那么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就是所谓的 鱼山改良潜艇的 鱼山改良 鱼雷 鱼雷相关的试射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 听说会不会是在这个 还没有鱼雷射出去 就在鱼雷管里面爆炸 那爆炸的原因 可能跟这个所谓的 偷工检掉 里面这个鱼雷 里面有问题 所以才一连串的收压 这是一种讲法 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为什么呢 中共不是出来否认吗 说明这回事 可后来为什么又讲出来 各位 因为很简单 因为到8月27号 这些潜艇的官兵 应该要放假回家了 没有一个回去 从舰长到水守 军官士官 没有一个回去 而且告诉大家一件事 里面要命的是 对中共来讲 这一次的核子潜艇事件 是一大打击 为什么 因为有7名的 7名的核潜舰 舰袭军官死在里面 这7名就是 结束这一场 相关的演练之后 他们极可能 未来不久的将来 就要接任其他 核潜舰的舰长 所以一口气 7名死掉了 那这个舰长 自己本身呢 还是被称为说 就是他们核潜舰的前学生 可见有多重要 所以一次就把8名的中共核潜舰的 现任舰长跟预备舰长 全部都歼灭 而不管是发生什么原因 习近平一个个性一早就 是气到 气到 因为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 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那么除此之外 之所以 习近平会因为这样子 是不是进一步 因为你没有发现 最近这一两个月发生事情 都跟中共的军方有关系 火箭军也好 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好 然后包括洞九三的核潜舰 都此起彼落 甚至还传出有航空飞弹 可能会把习近平的飞机 给打下来等等 所以习近平针对整个军队大清洗 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现在包括这个等于说 中共的北方 北方相关的这个舰队的司令 都被直接撤掉 王大军就被撤掉 所以显然 显然这一艘核子潜舰 事件大条就对了 那么除此之外 其实中国的海军军医大学 他曾经进行过一个调查 那么在中共的这些潜艇 中共潜艇非常多 包括核潜艇这些 茶油潜舰之前 六七十艘以上的 不断的潜艇 他们发现一件事 那么在南海的潜艇 这些阿兵哥里面 有五分之一的人 出现心理状况跟精神的问题 而且焦虑症最多 跟妄想症最多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环境下 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的环境下 而且讲白了 说坦白的 美军 美军我们曾经在本节目讲过 他们的航空母舰 还有定时办那个BBQ 龙虾大赛 烤肉大赛等等 他们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好的 他们包括潜艇的环境 也是全世界最棒的 但中共的潜艇的环境 是非常恶劣的 所以到后来 有五分之一的阿兵哥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心理的一个状况 所以潜艇兵 这也是给我们做一个 相关的这个 以后对潜艇兵要更好 因为他们是为国家 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执行 所以对这些军种 我们都要特别加以鼓励 这55个人死亡的事件 目前看起来是迹象显示 看应该是真的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传言 就是在河北那个大淹水事件 对 没错 是保定军种 也有人被整个歼灭 对 但是他全部都盖起来 这件事情还没揭露 所以中国解放军下 问题真的很多 包括了高层的清洗 最近又有一个 少将主动的投案 另外包括了这个55人 以及到底有没有整个军种 因为淹水事件 而发生了不幸的事件 中国到现在闭口不谈 所以这时候就有人说了 这个好不容易盖好的国防大楼 也是命运多舛 就在前两天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重磅的一个消息 火箭军装备部的一个部长 他的名字叫做吕洪 吕洪居然跑到整个警察单位 自己把手伸出来说 拜托 拜托 我要自首 把我关起来 那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呢 他说他会全招 他不希望人间消失 那很多人就开始说 这个58岁的吕洪 是什么样的一个出身呢 结果一抓 哇 根正苗红发生什么事呢 吕洪他在当整个军官的时候 他就是李尚福的船令 然后沿路深深深深上来 所以李尚福他升上了 国防部长之后 他也当到整个火箭军的一个 装备部的一个部长 那简单的说 现在火箭军完全被团灭了 那刚才呢 其实主持人说了 81大楼 这个81大楼在哪边呢 我们把北京的地图打开 北京有一条非常长的路 叫做长安大路 长安大路分成东向跟西向 八一大楼就在长安大路的最尾端 在整个西向那一块 那那一块呢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 那是一块坟地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块的地啊 整个地非常非常硬 那那时候呢 江泽民要盖这块地的时候 特别请了风水大师说 不用怕 我前面拉了两个 非常大的一个柱子 所以各位仔细看 它是一个泪摸字形 但是呢 后面比较高 两边比较低的一个大楼 但这栋大楼呢 目前来看的话呢 自从它落成之后 大家仔细一看 哎呀 问题重重 发生什么事呢 八一大楼什么时候盖的呢 八一大楼是邓小平死后 那个时候 江泽民跟慈浩田 那时候的军委主席 叫慈浩田就说 你们的整个 现在解放军 这栋楼太旧了 我们盖一栋新的给你 那盖这栋新的给你之后呢 想不到第一任的 所谓的副军委 叫做郭伯雄 叫徐才厚 各位都知道 这两个人出名大贪官嘛 卖官的最原始的 结果一死 目前一个还在被关当中 这两个现在问题就很大了嘛 后面接任的是谁呢 后面接任的叫做 张扬跟房峰辉 结果也这么刚好 又是一死 一个现在也在入狱当中 而且这个死的呢 特别奇怪 2017年那个时候呢 张扬啊 他本来在家中 其实日子过得还不错 突然间说 突然间就致敬了 他突然间就致敬了 所以他是自己致敬还是被致敬 这个不知道 这次的整个火箭军的前司令员 一样在家中 日子过得好好的 也是突然间 门一掉 他就回天家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整个中国 到底是不是八一大楼 他充满了怨气 现在仔细来看呢 会不会他这个 比整个南韩的一个总统府 还更凶 南韩的总统府 大家已经想说够凶了 37年的时间 总共八任的一个大手下 他们叫做大手首领 我们的总统通通都被抓去关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很疑问的 就是说 核子潜见不就是可以 离开自己的本身母国很远的吗 但是后来有人一说是中国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潜见 几乎都在这个周边海域出没 为什么 不敢走出去 为什么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美国 你看美国的潜见 它的用处 它到处跑 像上一次跑到南韩人的 二爱二己的这个核子潜见 它就是目的就是威责对方 那潜见本来就是一种 我们在讲军事上 一种不对称作战的一种说法 它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今天就可能在你身边 所以你最好你的军舰不要出港 那中共如果要让美国的军舰不出港 那是不是应该跑到 这个洛杉矶附近那边去嘛 去巡航嘛 怎么会自己躲在黄海这边 等着去看美国 或者看英国 看加拿大军舰在演习呢 显然他们的军舰都已经变成是一种 演习式的 或是训练式的训练舰而已 都是真正能够作战的作战舰了 你看到以前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时候 英国就是派了他的潜舰 到了福克兰附近的群岛去巡航 使得阿根廷的所有的军舰不敢出港 那不敢出港的时候 他的战力当然就消解了嘛 所以你看到 照道理讲 这种093或是094 他们这些商级的 或者是这些潜舰 基本上应该是要跑到太平洋去的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说 中国其实还处于一个首饰 没有太过挑衅 或者是他们的前线还没有能力走太远 对 这个跟他的建军是有关系的 因为像现在白宫的中国部主任 杜如松他讲了一些东西 他有写一本书里面有提到一点 就是说中国他是从大概89年 90年代以后开始 开始这个战术上面开始做一些转变 什么转变呢 就开始2009年开始建了这个辽宁号 这个航母之后 才有那种说我要做远洋作战 这跑到提到之外 其他都是才首饰的 那首饰来讲的话你看到这一次为什么会把被自己的陷阱勾住 然后使得他的氧气系统破坏掉之后 上面的人都中毒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就在防范美军要进到他们这边来 所以他采用采用首饰的 但是他建完潜舰之后 潜舰没有出去 潜舰还是在守在自己家门口 这就造成他的首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让大家感觉到不明 还有一些几个事情就是说 除了这个所谓的潜舰用错地方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氧气系统 照道理讲 潜舰内部要有自己去过滤 然后去做所谓的毒气分析之后 会再制造新的氧气 因为像英国他就说 我们英国很简单 里面来讲我们自己有机器可以去制造循环的氧气 可以去使用 应该需要这样 那现在他的商机里面是缺少这个东西吗 还是说他的机械里面已经故障了 还是说他里面已经设备老旧了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问题 再来一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所以中国不敢承认这件事情 跟可能 就是怕被人家洞心 他们潜舰的弱点有关 他们内部的弱点真的是应该很多 从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就可以了解到 他内部的状况可能非常复杂 再来一件事情 照道理讲一个满边的潜舰的商机 应该是要大概100人左右 他今天是55人而已 代表他不是在作战的 他就在做训练 我刚才提到他可能在做训练舰而使用的 光训练就 那训练里面又有亲民的这种实习军官的概念 就是未来可能当潜舰的这个舰长 那代表说 现在中国到底是什么 是缺人吗 还是什么 因为你照道理讲 潜舰出去应该要满边才对 要做一个演习也好 做一个作战 因为这一次传说 他是要去紧盯着 在黄海的这个英国的军舰 或者是加拿大军舰 或是美国的军舰 但是问题是 如果真的是在做演习的话 照道理讲要满边 他不可能只有55个人在里面 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学官 这是一个非常讶异的事情 第四个我觉得更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难道中国的军方没有所谓的交接吗 他不知道以前 他的老一辈的这些军人们 在那边设向天罗帝王吗 不知道他们陷阱在哪里吗 那照道理讲 你这些所有海图 或是什么东西 应该要非常清楚 如果你这样子不清楚的话 以后中国所有的潜舰一出来 不是全被自己的陷阱 全部包抄吗 全部养殡西雄坏掉吗 这是一个非常怪的事情 所以整个失误是太不可思议 太低级的失误 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为什么就太低级了 所以说习近平才会动怒 他才会觉得说奇怪 那你们这些国防部的人在干什么 你这个要搞后勤的 搞这些装备 然后搞这个所有的作战系统的 这些军官你们在干什么 所以李尚福下台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我觉得 从这几点来看起来 解放军真的能够打仗吗 其实大家要打个问号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习近平 我觉得真的是多失之秀 李强不是他重点栽培的对象吗 现在不是他左右手吗 李强 习近平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 这个也要团灭 这个共青团也要被他灭了 红二代太处理了 现在连李强 李强的这个欺女的状况被爆料 中间有很多的阴谋论 现在到底迹象比较是 对方竞争对手要来给他好看 还是习近平本身要处理了 我先讲李强这件事真的很惨 李强最近在中国有个帖子 莫名其妙就传开了 李强的老底被刨出来了 老婆的名字 女儿的名字 老婆的照片 女儿的照片 老婆的户籍 女儿的户籍 连女儿跟洋人在一起 全部都被刨出来 有够没面子 李强中处是这样 现在被刨出来 他的妻子叫做林环景 女儿叫李颖 他说他的妻子 是在浙江商业研究所所长 这没什么了不起 这张工作 可是后面竟然说 他的妻子有蚂蚁金服的股份 500亿人民币 蚂蚁金服当时上市的时候 是踩到习近平的底线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让蚂蚁金服上市的话 变成是马云拿到中国的金脉 拿到中国金流 所以蚂蚁金服上市的过程都是 活生生被习近平扼杀 所以现在传出来习近平主任的时候 李强的老婆有500亿人民币 蚂蚁金服的这个股份 这一块 另外一个李颖 李颖看起来没问题 习近平甘女儿 上海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公司上班 这都没问题 就假如他有洋女婿 他老公是洋人 叫做哈迪富比士 这样行吗 洋人有什么问题 不是啊 你要征服外国人啊 对不对 你怎么会跟变洋女婿呢 他们不是要欺降东升吗 这是很 就我坦白讲 我们一般恋爱也没什么问题 可是在中国国家领导人家 就是难堪嘛 对不对 我们泱泱中华是没有男人了吗 干嘛嫁给外国人是不是 李家拿到古代 也是宰相等级的吧 一个宰相的女儿 被外国人把走 能看吗 对不对 他们天朝的人往哪里来 你遭罪还可以吗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 他天朝的想法嘛 所以其实就是要让李强丢脸 到时候这些东西传出来之后 是一件事 可是就在想为什么会传出来 背后的内斗是什么 现在有两条 一条是反习派对习近平的斗争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状况是这样 这个出来后 一杀李强二让习近平丢脸 对不对 有一说是什么 最近习近平 他故事是开始 北戴河的时候 习近平不是曾庆宏 绕了一堆老头子 把习近平臭骂一对 然后习近平跑去 跟他的属下哭 说曾庆宏那些人怎么这样 我都帮你们忙 日本人爆料 后来这个出来之后 习近平就把许家印抓了 就要给曾庆宏难看 对不对 然后又说许家印背后 因为他是广东帮 汪洋 胡春华跟李希 三个都当过广东省委书记 可能是要抓这一票人 所以因为顺藤莫瓜 全部抓出来 对不对 曾庆宏派要反抗 所以我就把李强推出来 这是一说 这是从北戴河事件的延续 这是一说 另外一说是习近平帮的内斗 习近平不要觉得铁板很快 因为现在就是习近平 一个人独大 可是独大里面一定就分派 最大两派 一个是福建帮 一个浙江帮 习近平两边都待过 李强就是标准的浙江帮 浙江新军 直江新军 可是福建帮谁是蔡奇 蔡奇不是北京市市长 没有蔡奇是福建人 他从福建当官 所以跟习近平在福建结缘 后来还去北京当市委书记 所以其实习近平活一下 是有福建帮跟浙江帮 也有一说是福建帮在斗浙江帮 所以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一说是曾庆宏斗习近平 一说是福建帮在斗浙江帮 你刚讲到许家印被抓是 习近平在北戴河被骂了之后 抓许家印来这个 但是许家印本来问题就很多 算一算许家印的钱坑 居然比当时中国赔给八国联军的还要多 八国联军庚子权乱 那个时候非常耻辱的 全中国是四亿五千万人 所以赔款额是多少呢 四万万五千万粮 意思是什么呢 每个中国人你给我拿一粮银子出来 赔这个庚子权乱 八国联军 然后大家就算了 那个时候四亿五千万两的白银 换算成现在不到人民币一千亿 那当时的中国人均 大概是一百八十多块 所以许家印太可恶了 许家印你的债务高达 两兆四千亿的一个人民币 你这样换算下来 十四亿人一个人要帮你还一千七 比八国联军九倍还要更多 那当然呢 真的很天才 跟八国联军的赔款来比 国耻 只能说这个财经专家 真的是吃饭太多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许家印的生活真豪奢 许家印的生活豪奢豪奢 到什么地步呢 我最近就把过去二十年的 整理资料先跟各位谈 许家印第一个 他出门一定做专机 他不做私人 他连那种飞机商务商 他都不做 他都做私人飞机 他有一台一亿美金的游艇 然后他曾经有一次去法国 喝酒 喝红酒 喝开心的 跟人家斗酒 结果那个斗酒的 他就说把你们这边 最好的红酒统统都拿出来 据传他那天 整个恒大集团的干部 喝掉一百万人民币 那红酒喝掉一百万人民币 然后后面大家才发现 许家印的日子 真的是过得有之有味的 他居然他的生闷地位 跟金正恩一样 他自己有歌舞团 他这个歌舞团 还要唱歌 跳舞 给这些长官 给这些客户看 所以传许家印的老婆 丁玉玫 有一次就去恒大总部的会所 42楼的招待所 结果一进去之后 整个民怒了 起到死 难怪后面就移民了 还好他移民 为什么呢 据传他移民 也带走了500亿的一个人民币 他也跟郭台平一样大 但后面大家看到这个歌舞团 大家都生气了 自己有跟你说 这个歌舞团 不是阿狗阿猫都能去 他要五官精致 他要身材鲜细 他要能歌善舞 重点是他要各省当中的那些 所谓的唱歌跳舞 民主舞最厉害的才能够来 然后他挑选完之后 真的很美 最生气的事情来了 为什么呢 他最后一关据传是 许家印亲自来审核 每一个亲自的一个审核 审核完之后 他把自己当皇帝 没有错 他就把自己当皇帝 而且他们还上过春晚表演 真的是唱歌跳舞 真的是很棒 但是他有一个女团长叫白珊珊 他就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帮自己洗白 还怎样 他就说我真是惨 我的青春 全部都埋葬在这个歌舞团当中 原来他在2014年参加 中国的模特尔之星的一个决赛 他是又年轻又美 真的 我先跟各位说 这个谢成晏一定会喜欢 一定会非常喜欢 真的我手机有下踩他们的重点 这么巧 然后他说他那时候 就是在整个模特尔之星 冠军之后进入所谓的恒大 然后获得许家印的青睐之后 他还身兼公关 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女孩 除了唱歌跳舞之外 还要做一些哪些不堪的事情 想一想都觉得非常的一个难过 但许家印他 我不知道是他故意要保 他们家人小孩还是怎样 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说 许家印他在美国有一个家族信托 这个家族信托 大概100亿的一个台币 买了全部都是美国的一个公债 所以之前我跟各位说 他一年的知习 你能够生产台币4亿多 所以包括了女儿 长子 孙子 现在通通都在美国 但许家印的两个儿子 截然不同 我们现在说长子 据传他的长子叫许智健 很低调 极度的一个低调 甚至于吃饭 还在整个公司里面的食堂 跟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 不知道他是大阿哥 你知道吗 但这个大阿哥现在跑掉了 他跑掉了 跑到美国去了 但是许家印这个二儿子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呢 许家印这个二儿子 许腾鹤 个性跟许家印一模一样 大概是他爸爸也有教他 所以他喝这个奔赴的红酒 这个可不得了 每一瓶酒都有编号的 白酒要喝茅台 红酒要喝奔赴 出门保镖要三个 重点是他睡觉听说很龟毛 多龟毛呢 窗户每一个都要关 包括了空气 包括了湿度 包括了温度 都要调的刚刚好 夏天不会热 冬天不会冷 所以很简单 他走到哪边 都有一个管家 把他的整个十一柱形 管得好 他被抓去关管家要进去吗 他被关 当然是去关好 情神监狱就在好好的招待 管家要进去吗 但是先跟各位谈 当大家看到了这个仙女团 看到这个歌舞团之后 知道许家印 跟整个金正恩的label差不多 也没有人在管什么阵阵的 这种人赶快关 赶快好啊 我们再来看至少就是说 不要让这个投资 他的买他房子的赔太多钱 看能不能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再来看一下这个 最近中国国企 有些人欠薪啊 是不是就有人维权啊 至少给我薪水嘛 不要把我的五险一金都停了嘛 现在状况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居然出现了有一些国企 重回三四十年前的 自己组一个人民武装部队 这个太恐怖了吧 刚刚因为谈到很大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想说 是不是恒大的整个效益在扩 效应在扩散 因为这个是人民武装部 基本上这个是上海城头 那上海 我先解释一下 上海城头上面是国资委 国资委是国务院 所以表示这整个是中央系统下来的 所以上海城头 那你在怎样 你上海城头干嘛 就是我在上海 我就是一个建设公司嘛 我在协助上海做一些基础建设 这样的一个公司 就是国企央企 你为什么会需要人民武装部 这第一个问题 再来人民武装部成立的大会上 出席的是谁 上海警备部的指挥官跟政委 现任的指挥官跟政委 这两个都是少将级的 简单来讲 人民武装部 他就是隶属在上海警备区底下 但什么样的单位会成立人民武装部 就是我们一般的乡 这种所谓的行政单位 我会有个人民武装部 那他会配枪 为什么 因为他是 简单讲我们叫后备 就是后备部队 就是暂时的时候 我要做后备动员用的 就是这样 那你公司为什么要成立这个 这个是后 暂时的后备资源的部队 你成立这个干嘛 好恐怖 对不对 而且你就明正言 好好赚钱做建设就好了 你就找保全公司就好了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明正言顺的配枪 对不对 我刚才讲到这是第一个重点 可以这样吗 好 就成立了人民武装部 好 而且不止 我再念一下 武汉农业 惠州水务 惠州交通 这个江苏的海安城建 还有包括中阳集团 旗下的盟友集团 全部都做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叫城头 城头在 城头我们之前节目讲过 城市投资 城市投资 他们投了很多像恒大这些 的这个房地产的 是不是也已经出问题了 所以第一个 维权一定会有 整个人聚集起来 哇他跟你要钱 这个很可怕 第二个 武装部队就会出来了 就出来了 我的天啊 你如果是武警不对 我这个是我自己公司 我们的这个 保护我自己公司 好像名正言顺 第二个刚才念到的 奇怪也不是所有 都是城头公司 很多是国际 你水务公司 你有发什么债吗 你交通公司 有发什么债 欠薪啊 第二个是 我要加强控管 现在第一个 你要办电话卡 他这个 你看这个公文 这个通知的公文 他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什么 你看 为了打击 就是电信网路犯罪 然后呢 要从源头开始控管 源头应该是罪犯 不是办电话卡的人 对不对 我的理解是这样 源头是那些罪犯 但他现在的源头 就是你办电话卡 好 所以呢 为了反电信网路诈骗 所以现在 你不管电信 开卡 补卡 你还要到派出所填 他们的派出所 填这个单子 就是两卡 就是银行卡跟电信卡 你填这些嘛 他说没什么 你就填一填资料 请问一下 他这里是不是告诉你网点 然后这里是不是要 派出所的记录 那我想问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 只要你的资料在派出所 他随时可以去掉 你的通联所有的记录 随时哦 随时嘛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叫全面监控 我觉得整个感觉就是 怕人民 是不是怕 我用一个问号 怕人民反动 所以他必须要全面监控 那用了一个 反诈骗的一个理由 从源头要去监管 再讲一个 最近 他们现在也 据说 有68个单位 现在不用海外的留学生 就你 以前不是海归是很 就唱秋 这样讲会不会被剪掉 就是很得意 所以李强 有一个洋女婿 也觉得面子无光 现在连海归 华人 从海外学习 就是 就是我现在从海外 回来 我不能让人家知道 不好意思 我不是从海外的 我是从海边的 不是海外的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说 你是海外的 你可能是间谍 你可能是间谍 这确实已经有 这样的一个 然后最近我们又发现 一件事情 就是 之前我们节目特别谈了 就是说 很多中国人民 可能觉得 经济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 被监管的问题 他们透过走线的方式 就有一个民众 就一个中国的 他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认识了一个江苏过去 30岁的一个 非常壮的一个年轻人 结果一聊发现 他既然是军警退役下来的 8年 他在军警里面待8年 你要知道那种汉燥 跟体力有多好 那这些人过去的目的是什么 是真的 要透过非法移民的目镜 想办法论到中国 因为他拿不到签证嘛 还是别有用心 你知道拜登清醒了 我最近发现 拜登头脑整个清醒起来 之前川普不是要盖 那个边境围墙吗 要防堵非法移民吗 民主党说不行啊 你不可以这么做啊 然后拜登 白宫竟然宣布了 要来实施这个 而且我看了一个 国土安全部还特别 有一个宽松的一个 宽限的法令 就是说你有些水土啊 水利啊相关的法令 在这个地方实施的时候 可以放宽 也就是说你在施工的过程中 你会采到的一些法的部分 没关系我们给你放宽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也发现了 这一批润进去的年轻人当中 是不是有所谓的间谍的角色存在 好 再来看一下 中国有一些婚礼 大家觉得很疯狂吗 之前蛮多人看了就说 他们婚礼这个 这个叫什么 闹喜酒是不是 对 这很疯 没有想到这位舅妈耿风 这个舅妈现在在这个 微博爆红 对这个舅妈不得了啦 把人家的这个婚礼 搞成这样啦 怎么吃到一半打起来呢 有一种状况是这样 因为我们结婚嘛 结婚二禁之后呢 是不是要开始禁酒 对 禁完酒的时候呢 刚好禁到这座舅妈在棒上 上厕所 没禁到就对了 没禁到舅妈 舅妈气不脯啊 怎么没有禁我 我只是刚刚这个呢 我去厕所啊 那其实坦白讲 那就补禁嘛 对 新人也补禁 干嘛多谎啊 舅妈不遗不劳 一直骂新人 人家也是有娘家的啊 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 自己可以骂人 是不是 娘家的人都看不上眼 就把 就去喷舅妈妈 喷到后来变这样 可能是古惑者的建计 还丢盘子 那个红衣服是舅妈 对 还丢盘子 对 很猛啊 这个猛甲 猛甲甲山在那边开拍 这个画面 太厉害 在整个微博大爆红 大概是这个状况 可是问题是 结婚真的是一门艺术 收钱也是一门艺术 能够把结婚跟收钱 这个艺术结合在一起的 只有中国的官员 中国行贿 我们常过去的 百公 那个官员 百种行贿方式 我们都介绍 对不对 今天介绍新的行贿方式 假结婚 真收贿 什么意思呢 结个婚嘛 包个礼 不是刚好而已吗 结果呢 既然有一个辽宁建设局的局长 这样给我再一个月结三次婚 帮儿子结三次婚 然后就到处就结嘛 然后结婚就收钱 结婚就收钱 结婚就收钱 他以为没有人会看 可是问题是地方就这么小 你结了三次婚 而且人家 炸一次不够 炸三次 他总共说 礼金就拿了300万台币 我是觉得比这个多很多 我不相信只有300万台币 可是问题是 他就后来被双开处分 所以中国现在有新的行贿 跟收费方式是结婚 可是问题是 这个东西还不是最夸张的 最夸张是什么 这位老兄 这位老兄叫做王保安 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很大 他被抓到 收费6.43亿台币 只是一家电器公司 海池店子老板给他这个钱 可是只要给这些钱 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求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很想要儿子 他的老婆生不出来 他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找代理孕母 然后他连这个钱 都去跟海特店子报仗 取经代孕费 1455万 好贵 很贵 他连这个 所以他就说 他这个代理孕母 可能是找真的很厉害 所以他拿到两个儿子 所以说 行为已经送车送房不息息 我送儿子 这厉害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另外就是坑爹 就是什么叫坑爹 这个是重庆市人大常委 叫于少东 也蛮大的 可是他的儿子就这样 他本人 我看过 还挺 就是没有太奢侈 可是他的儿子跟老婆 就是很夸张 他的老婆听说 又抽烟 又喝酒 又赌博 然后动不动就爱呼人家巴掌 很凶 然后他的儿子 就是高调 你看他半个结婚 全部都是劳斯来斯 这一整排 对不对 然后五星去酒店 一百桌 然后他拍摄 我们一般都会想记录 对不对 他给我用这个 大型摇背设施拍摄 荤燕 专业 什么叫大型 就是我们演唱会 会看到那个 有没有 这种 专业专业 然后拍摄 然后礼金就收一千万 然后所有都是劳斯来斯 那时候他就被顶赏 就会发现 没想到他老婆更夸张 对 这个余少东老婆更夸张 也是抽烟喝酒赌博都有 然后光是买房子的一个房屋 不是一个房屋 是一个房间 就装修五百万 所以后来他也落马 所以中国坦白讲 贪官真的是太多太多 只是看你会不会被抓到而已 好 这个一个月结三次户 真的是太惊人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贪官过的日子 他们的日常是这样子 一般民众又是怎么样呢 上回我们不是介绍了 这个刀狼的罗萨海事 非常的红 那幼鸟不知自己是鸡 那马虎不知道自己是驴 真的是很酸 酸到了人民的心里去了 罗萨海事之后 现在又有一波新的 最红的歌 但是呢 比罗萨海事命运 比较多传一点 这首叫做躺平歌 已经变静歌 下架了 我们听看看 从此我在财神殿里 常规不起 从此没有爱情可以 但没天真不行 从此上班和上进之间 我选择了躺平 从此体系和关系之间 我选择火器 从此我在财神殿里 常规不起 从此月老给我 签的线我理都不代理 从此右眼跳踩绝对 就是封建迷信 左眼跳踩我就深信不疑 好 这是彻底的三观不正 怎么可以躺在那里不做事呢 没错 说起来是非常可悲 为什么躺平足 北京大学经济学的副教授 张丹丹 他提出一个警语 为什么呢 他认为中国的年轻人的 失业率可能比想象中高 当然比想象中高 因为现在干脆就封牌了 直接盖牌不再公布了 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 中国的相关的年轻人 他的失业率多高 那么不过从学者专家 还没有被这个等于说 被中国在网络 微博 遮盖抹灭之前 可以从他们一些数据 看得出来 16岁到24岁的中国的年轻人 大概有9600万 这9600万里面 有劳动力就有上班的 有上班的人 那么有收入的人 大概是3200万 另外大概快要接近 那么6400万是没有劳动力的 好 你会说没有劳动力的 或者读书 学生读书没有劳动力 没有什么 但是这6400万里面 有1600万人不是学生 那我问你 没有劳动力 他又不是学生 那他到底是什么 俗称叫做 以前叫做啃老族 现在中国就发明了一个 叫做躺平族 如果你年轻人躺平了以后 怎么办 他们还有一个出入 他们还有一个出入 直播主 所以全世界现在最多的 直播主是在中国 在中国很多地方 你可以到处都看到 比如说在桥下 在地下道 还在哪里 都有很多类似这样 弄了一个 各位看到前面那个是 这个等于打光 弄了一个打光的三脚架 弄了以后把手机直接扑扑扑 开始讲各式各样的话等等 这还是比较正常的直播主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 一些年轻貌美的女生 他到后来走岔了路 所以他为了要寻求抖内 甚至于开始 衣服一件一件脱 变成色情直播主 那么这些直播主 最后都被一些小粉红 直接就讽刺他们说 是现在的中国网路的丐帮 那讲到丐帮 不过呢 那么讲到丐帮 不要小看中国真正的乞丐 为什么呢 中国真正的乞丐 以前有到香港去的 最近马来西亚的媒体有发现 这些来自于中国的假乞丐 为什么说是假乞丐 他们是真正进行乞丐所做的事 但他不是 不是所谓的乞丐 就是无以为生的乞丐 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在路边乞讨 因为就有相关的媒体人 他们就觉得 这些来自于中国 因为口音不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 一定要查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会尾随 他们还有个专有名词 能够从他们自己中国内部 坐飞机来到这个地方的 叫做高级乞丐 而且因为你不是有钱 所以他们还会定时 你知道做乞丐很累吗 虽然就算是假乞丐 你要在路上 当乞丐怎么会累 坐在那边拿钱就好了 没有 辛苦播种才会欢喜收割 为什么 你当乞丐你还是要在路上 还是在地面上下雨 还要争取人家的同情 所以他们还会集体 把他们带去按摩对按摩 那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 原来马来西亚人 他们对这个比较弱势的乞丐 会有同情心 尤其是肢体残障的 之类的 他们脸上弄的乱七八糟很脏 他给的钱会比较大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全世界都希望 中美两国领袖可以坐下来谈 让世界局势稳定一点 有机会了 现在有机会 因为拜登已经在白宫 已经对于这个记者的提问 有松口的说有可能 那现在的确也在谈 为什么 因为9月16号17号的时候 在马尔塔 其实苏利文跟王毅已经有见面了 那再回推到5月 在维也纳也见面 他们其实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安排11月 让习近平能够到 这个APEC的旧金山的峰会上面 让拜习会能够成真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也是跟目前来讲 中国自知 自己已经撑不下去有关系 因为第一个 你的半导体被制裁那么严重 然后他的相关 就算你连一个华为手机出来以后 现在被骂翻天 然后现在有可能被 美国发现到说 还有很多一些低端的相关的半导体 没有制裁到的 继续制裁 而且今年美国已经派出很多人 去到中国大陆去了 比如说布林肯去了 然后雷文多也去了 叶伦也去了 然后现在连 Carrie John Kerry 那个汽油大使 他也都去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那听说10月的时候 大概在台湾的国庆日之后 王毅可能就会到美国再去访问 再安排这个拜习会的这个细节 他们虽然表面上好像是想要再去有一些合作的机制 但是事实上呢 还是有一些明争暗斗的事情 因为拜登才从越南回来而已嘛 你习近平又要去越南 所以现在说整个摆政摆好之后 我集结了第三世界的势力之后 我再到美国去 然后跟拜登谈 其实谈的重点也是 明年2024年的台湾的总统的选举 要中国你不要轻举妄动 美国一定会跟他这样讲 因为最近这几个国家都在不断的互访 美国 日本等等这些国家互访的过程当中 都在讲说不能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最重要的 那经济的部分会有什么谈话接触